我已经吃饱了 但是花还饿着 因为最近一直下雨 所以好久没有给花施肥了 这两天刚好出太阳 所以赶紧给花施剥肥 两个手同时开始 这边是醋苗的 这边是醋花的 开干 先给这个球兰来点这个醋苗的 让他们快点赏个 再给这一颗蕴蕾的 芝芝花来一波醋花的 这个蕴蕾的芝芝花 就不能喷叶 只能给它灌根 喷叶的话容易引起落泪 再给这一颗 疯狂生长的红叶贝拉 来一点醋苗的 再给这个君子狼和铁线连 来一点醋苗的 给这个君子狼 施肥和浇水 最好不要喷它的叶片 要不然它的叶芯 容易积水 就容易烂 这个风车茉莉 开了一朵花 其他的花类 全部被我给掐掉了 给它来点醋苗的 又长高了很多 到这里了 再给这一排开完花的月季 撕点醋苗营养育 这个桂花在疯狂的长新芽 给它来一点醋苗的 让它长得更快 还有这一个和橡皮树 非常像的黑金刚 大家看冒了多少芽出来 没有给它打顶 它这上面就冒出了一串来 给它10点醋苗 这个打了顶的 这个芽已经长得很大咯 叶子都长出来了 底下的也慢慢的长大 这个红豆山也来了 因为这一盆是去年上盆的 很少给它施肥 这个时候正是它生长的时候 营养要跟上的 再给这个鹤旺兰尼姑拉 使一点这个醋苗的 这个买回来到现在 没给它换盆 也没给它施过肥 都长了将近一半了 这个鹤旺兰 它是能长得非常非常大的 到时候可以放在花园里面 给其他的花遮阴 这个石户之前的这个芽 已经长出叶子来了 也给它喷一点 大家看这个木桩上面 长了密密麻麻的菌类 还挺好看哦 这一盆 这么大了 这盆月季艾沙 它已经开始运这个花类了 给它来点这个醋花的 这个小木井的生长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了 这个盆真的是越大 就会长得猪形越大 现在这个两家人的 已经比这个一家人了 感觉都大了超过二分之一了 有没有发现 用了很多花类 它开爆的时候 应该很好看 给它来点这个醋花的 这盆三角梅搬到这里来之后 这个花开的还是很艳 说明它已经完全缓过来了 三角梅还是很好养的 给它吃点肥 吃点这个醋花的 因为它的花能开很久很久 这盆倒挂金钟后面我都不给它打顶了 因为它的猪形已经有这么大了 现在我发现它开始运这个花蕾了 所以现在给它吃点这个醋花营养液 让它的这个花蕾运的又大 到时候开花就会更鲜艳 这个倒挂金钟它还是很好养的 之前打顶我掐下来的这么一点点枝条 我给它牵插了百分百成果 这一颗红楼也给它来一点这个醋花营养液 大家看它的这个花包很有个性 这一颗藤本浪漫宝贝已经是开完花了 现在给它来一点醋苗的 让它把这个枝干全部长得比较壮一点 到时候开的花会很高哦 看这一根多粗壮 最高了 这个天竹葵已经开出一点点花来了 大家看它其实是一个上面 是有很多很多这个花类的 裙开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球一样 这样才好看 为了让它更快的开出来 我给它撕点这个醋花的 这个蓝雪花也快要开花了 给它来一点这个醋花的 看花类 这一颗梅雨云一直给它打顶这个 这个租形控制的还可以给它来点这个醋苗的 让它继续再长大一点 再开花才更高 这一盆死菌子搬出来之后 又长出了很多这个新芽出来 给它撕点这个醋苗的 这一盆微型碎莲这个花就快要开出来了 我发现底下又有一个花类要长出来了 到时候很期待它开花的样子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再给修剪了的这个长寿花 撕点这个醋苗的 再给这个情人类来一点 哇 这个长势真的是很快很快哦 这个已经长出盆外来了 再给这一盆掰了叶子的这个蟹枣了 来点这个醋苗的 哈哈哈哈 看这叶子密密麻麻的 基本上一片叶子上面要新长出四片来 改天我要给它掰掉一些叶片去 这样长出来实在是太恐怖了 营养液已经没有了 我要再去配一壶了 因为还有太多花 等着我去给它们施肥 再给这两盆羊鞠梗来点这个醋苗的 快快长个 这两盆马格丽特给它上盆之后 长势确实比之前快了很多 但是还是太小了 给它们来点醋苗的 快点长 快点长 哇 这一颗五色梅运了很多花了 还有给它来一点这个醋苗的 再给这个金鹿花来点这个醋苗的 爷 这里是用花类了吗 好像 用花类了 乖乖的给我长个 再给这一颗茉莉花来点 这二伙真的是用花类了 自己个子才这么小就用花类 给你掐了去 这一盆灯笼花长得也很快 给它来点醋苗的 再给这两盆小的自子花 喷点这个醋苗的 现在它们的这个长势 真的很快 这一盆蓝海豚竟然开花了 再给它来一点这个醋花的 它这个生长得还挺快的 已经是满盘了 这花真的好痒 没什么去管过 这一颗三角梅长得真的是很快很快 这里的话都已经长长了 这么长一截了 还要给它捆一下了 给它来点这个醋苗的 让它早日爬到顶 这一盆满天心 现在也算是过盆咯 我没有给它打顶了 所以它现在开出花来了 给它来点这个醋花营养叶 这个满天心即使它开了花 后期的话它还会长大 长高 然后开花 到时候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圆球 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不合格好 就是如此 很高的 很高的 这一盆满天心 还是三盆满天心 是最后的 这一盆满天心 是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